这些活泉 我不懂因果 非常爱吃河海鲜 我的家族也有大沙粤 父亲年轻时在家里养猪 卖鱼 杀动物 师父说 沙粤会影响祖孙三代 我的家族已受现世报 子孙三代中一种的八个 五个身体患症 三个精神问题而自杀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我在学国念经前很道理 离婚两次 生了三个孩子 两个孩子有精神伤的问题 我在这一朝的时候 还得了忧疑症 经常失眠 要遗爱安民药材人入睡 我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 要是我没遇到心灵房 可能也会像我已故的家人一样的 因为家族杀眼 我的儿子从两岁开始患上波动症 无碍无缩 而且有暴力倾向 越大越严重 甚至长到同学受重伤 心理医生也必顾好他 校长也曾说过 如果灾难 将会将别人帮处理 这孩子发起鼻气来 还会弄伤自己 令我很无助 也令我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 修心灵法门以后 菩萨慈悲 让我心里有打通台长师父的 无疼电话 师父说 儿子头上有一只大动物 身上还有一个打开的孩子 难怪儿子喜欢做动物的动作 我确实打过胎 师父说得真实主理 这几年 我练持帮和子练小房子 放生 也把力量会同保护 合法会做一功的功德转变他 他的情况 有着明显的转变 从前 不喜欢上学的他 近年来都会主动去上学 以前 每次考试成绩从未超过十分的他 这几年来 他的学业成绩 却神奇的都及格了 与其是今年 考到第五年 还拿到政府奖学金 老师 老师对他只有称赞 没有踢平了 他现在学校假期 还会去打工 帮忙家里 老板还表扬他 以前 我还以为他永远不仁致力 我需要照顾他一辈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 儿子会有今天的转变 感恩关心不怕持续 精灵法门真实呼吸 今年五月 儿子突然无法抬鸟 我心急不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也无法确诊病 明明第二天 我心运打工夫 开打个足疼电话 师父说我儿子 医疗系统有问题 是因为他上脑看了美女 动了不好的念头 招惹灵性上升 而且有手淫的行为 导致料管阻塞 回家后 我忍不住亲自问儿子 他承认自己上脑看美女 半手淫 并表示以后不敢再看了 师父做得正式准 我给儿子的邀请者 招送了师父开出的 二十四张小房子 和许愿放生五百交易 而把弘法护人的一些功德 转给他 儿子就再没有排骨出尿的问题了 感恩关心菩萨慈悲 感恩师父慈悲加持 几年前 丈夫有了外遇 离婚后 我们学医卖掉房子 我带着两个孩子 在外面租房子住 租金每月要一千七百元心理 我想尽快买一间两房地厅的房子住 好空后一十年没工作 没有存房 我通过一言去建立为 新加坡建文局经理 他算了算说 我卖房子 以前不所分到的钱 只有十六万佛用 只能购买一房一厅的房子 很难批给我两房一厅的 但是他说会尽力帮我争取 没想到在菩萨的加持下 不到三个月 经理就帮我申请到 别人需要的商人 才能拿到的新建筑屋 而且这间两房地厅的主屋 在市场公开售价 是要二十多万新币 我却被批准 十六万三千八百新币的价格满下差 我混到的钱 刚好如过玩玩这间房子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辈子无需多房子 也能拥有自己的家 感恩菩萨妈妈一直持悲帮助我 我的父亲三十年前 业障爆发 意外别挡脑中风 不认行动了 他已经浓厚不起 不认得家人了 医生说 父亲的心跳很慢 随时会往生 我也梦到 父亲告诉我 他要离开人间了 我跪在佛台前 求菩萨妈妈 不要这么快带走父亲 奇迹出现了 父亲妈妈并不能正常 也可以起身走路了 更关心菩萨妈妈 祝他慈悲又求必欲 当时就能说到现场 屠萨师父东英国的 这六年来 我坚持吃素 念经 许愿 放生 每个星期去佛堂值班当一工 都会去街头横拔 不管走到哪里 遇到跟我有言的众生 我会把星空塔门介绍给他们 每年也积极参加法会做一工 这几年来 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转变 大小事情菩萨都会把我解决 心想事成 自己努力和法度能 累计功打也会担到家人 如果临时抱佛脚的修行 是不可能怎么幸运的 师父也曾对我开示过 以为家族的影响 家族业障的影响 我需要给别人多两三倍的努力 我庆幸自己在这六年来 不管遇到多少伯格 都会坚定信念 对关系不大 对师父 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佛友们 要不再去跟心灵法门的缘分 聆听菩萨和开展 的教会 好好念经 忏悔 修行 修行 宵夜仗 跟着信平法门的三大法导 念经 许愿 放生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希望大家也像我一样 不管遇到多少障碍和波折 都要有信心和坚持 还要把这么好的法门 介绍给自己有人和众生 让他们也能与苦得了 这也是在给自己的疾风得 感恩大使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预感关心菩萨 感恩慈悲 福尔利他的各自如金龙台长 把这么好的法门带给我 我一定会立门精进 诸师忠道 帮助关心菩萨和师父同样 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今天的分享 如远不如礼不如法的一方 请关心菩萨和物法门 慈悲原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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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